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波的停工也造成整体产业至少是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那现在小萤幕的脱口秀有望是先回归 但电影的拍摄恐怕还没这么快 因为演员工会的罢工还没结束 好莱坞编剧们晚间雀跃庆祝因为持续近五个月的罢工 终于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 从上周展开马拉市谈判 与美国主要片商签订为期三年的新合约 调整薪资 人力还有AI的使用 相应这波罢工的有1.15万名影视编剧 造成整体产业至少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现在脱口秀可能先回归 但拍片还得等 男星提摩西夏乐媒主演沙丘第二部宣布延到明年上映 另外格吉拉续集档期改到同年四月 编剧复工每股周一大型媒体企业股价在早盘上扬 但随后回吐涨幅 因为好莱坞演员罢工还没结束 16万名演员当时响应编剧同时停工 现在编剧工会达成协议 演员们也有望跟进 不过加薪幅度恐怕还是劳资协商的最大问题 TVBS新闻怎么到 好我们再转回来看乌二战争 乌克兰当局透露在上周五突袭 二战区克里米亚的塞凡堡黑海舰队总部时 造成了34名俄军死亡 其中包含是黑海舰队的司令 而莫斯科为了怀疑颜色 所以在周一就大举的轰炸 乌克兰南部港城奥德萨 发射了多枚的巡弋飞弹跟极音速飞弹 造成至少两死 黑夜中一团巨大橘红火球划过天际 乌克兰防空系统再度启动 因为俄罗斯周一卯足全力轰炸 乌克兰南部港城奥德萨 到了白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时 当地一栋停业多年的饭店建筑面目全非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19架伊朗制 见证着无人机 11枚巡弋飞弹和2枚极音速飞弹 但不幸还是传出良死 这起突袭事件 基辅认为俄罗斯是为了 还以颜色报复乌军上周五攻打克里米亚塞凡堡的黑海舰队总部 乌军还公布在上周五突袭中 有34名俄军死亡 100多人受伤 死者当中就包含俄国黑海舰队司令 斯科洛夫上将总部大楼则被炸到 无法复原 不止如此 泽伦斯基还宣布美国局员的第一批 M1艾布朗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 虽然没有透露有多少辆 但战车正在准备加入 反攻行动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中国大陆发生了两起重大事故 一起是在贵州的矿场内起火 有16名的矿工受困身亡 另外一起则是长沙一处天然气加气战爆炸 那附近的居民说至少听到五次惊人的爆炸声 在黑夜中的天空也变成了红色 连续的惊天巨响 黑夜中大火窜天 浓烟滚滚 啊 我这个牙耶 附近的居民都吓坏了 这在中国大陆长沙一处社区内 25号晚间将近7点 发生液化天然气加气战爆炸的意外 当地居民指出至少听到五次爆炸声响 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那个操场上面 我们都听到了一声好大好大的爆炸声音 然后就抬头看了一下就对面那个雪市安置小区那个位置 那个天上面都红了好大两声爆炸声 然后后面又连续叫了几声又连续爆了几声 根据陆媒消息 锦销货报到场后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扑灭火势 这起爆炸导致两人受伤送医救治 我们的领导已经当时在现场已经能做 我们称为我们这般事还不是很清楚 官方称没有生命危险 无人死亡 至于气爆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贵州山脚村矿场暗夜中也不平静 停了多辆救护车 疑似因为运输带起火 造成16名矿工受困 矿场的火势扑灭之后 16名矿工已经罹难 这起严重事故引起北京高层关注 中国到了国务院挂牌监督查办 要彻查矿场火灾 TV比尔兄 叶俊黄 陈入文综合报道 泰国周一对陆克祭出了免签的优惠 希望在疫情之后 借此来增加观光收入 不过菲律宾则是跟中国大陆 因为南海的争议现在闹得很僵 菲律宾最新秀出的影片当中 就割断了中国大陆海景设置的浮标屏障 借此来表达抗议 镜头跟着男子下潜 秀出使用力气割断绳索 菲律宾海警队出马 亲手拆除中国大陆在黄岩岛附近 刻意设置的漂浮屏障 还大肆宣告捍卫菲律宾主权 不满中国大陆在南海争议海域 实在是假狼告稿 尽管中国大陆野心昭然若揭 但看在庞大金流 东南亚不少国家不得不靠拢 泰国周一开放陆客免签住进 总理赛塔还亲自到苏凡那部机场 接待首批抵达旅客 经济扬赖观光才的泰国 预估免签五个月内将吸引 两百八十八万陆客来访 而陆客是疫情前最主要旅客族群 二零一九年就有一千一百万人 抵达泰国 面对北京政权 透过一带一路 频频插手各区域事务 美国总统拜登极度关注 与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二次峰会 美国明年将派海岸防卫队 舰艇前进印太国家训练 并砸下相当台币三点五亿元 联手四方安全对话盟友 引进尖端海域感知技术 有意加强监控北京 在印太地区的一举一动 TVBS新闻这么多 还要看到华为被美国制裁三年之后 重返手机市场 那在二十五号这天 也举办的是秋季的新品发表会 但却被发现相关的5G 晶片等技术 一个字都没提 港新刘德华当品牌大使 不只拍片还现身华为秋季发表会的舞台 这场发表会选在9月25号 就这么刚好是华为公主孟晚舟获释 回到中国大陆的两周年 这就是新一代的华为MatePad Pro 非常轻薄 不只13.2寸新品版 还有新车发表 在华为官方社群线上直播 观看人次冲破9700万人次 但是话题度最高的新手机Mate60 Pro 只提到正在加班生产 其余只字未提 Company however saying virtually nothing about its new Mate60 smartphone line which appears to offer superfast 5G connectivity You'll remember that the US has slapp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firm intended to keep that kind of highly advanced technology out of Chinese hands 安全 华为粉丝自认是科技突破 不过同时在北京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北京还是盼着松动乌盟别跟进美国的科技限制 同时希望欧方取消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 科技制裁对中国大陆确实有伤 华为先机实际有多少技术还未揭秘 推出Mate60 Pro目前也只在中国大陆境内贩售 TVB2新闻夜郡黄陈玉文综合报导 但是美中角力其实已经从地面延伸到了外太空 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萨兹曼就表示 已经针对与中国大陆建立热线的部分进行了内部讨论 要避免太空危机发生 萨兹曼强调美中的太空军之间应该设立直接沟通管道 对于缓解紧张的局势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两国还没有着手建立这方面的管道 认为至少要开启沟通以确保如果出现危机 知道谁可以来联系 那正在日本访问的萨兹曼指出 解放军正在使用妨碍卫星通讯 反卫星导弹以及使用雷射武器等等 虽然部分人在试验的阶段 但也是对美国的卫星系统带来威胁 所以他也表示强化美日合作 也正在讨论要增设驻日太空军 来对抗干扰卫星讯号等灰色地带的活动 我们再来关注到南韩政府 最近是宣布明年将投入大约是218亿台币的预算 让各式各样的AI功能能在全南韩成为日常 我们来看TVBS新闻合作伙伴韩联社的报道 从餐天里送餐的服务型机器人 到能够侦测空气品质异常 自动启动消毒的防疫机器人 AI技术已经深入南韩民众生活 南韩政府近期宣布 明年将投入9091韩元预算 折合约218亿台币 使各式各样的AI功能 在全南韩成为日常 不仅是保健福利 教育等产业 全方位增加AI使用 也将利用AI找出弱势家庭 照顾罕见疾病患者 另外像是智能农业 法律学术等领域 都将结合AI系统 从素状 诊疗记录 都能进行辅助提高效率 정부는 초中高校的学生 提高效率 想学习新知或找资料,用全GPT事半功倍 在一份问圈调查中,每四名大学生就有一名回答 曾经为了学业和就业使用过ChemGPT 另有四分之三的人对学业上利用人工智慧持肯定态度 学者警告不要过度依赖AI 同时要培养正确辨别假讯息的能力 先前南韩娱乐圈也推出AI虚拟偶像 如今扩大应用到AI歌手和AI艺术家 随着技术提升更加拟人化 可以依据系统设定的人设回答问题 对粉丝留言做反应甚至进行对话 最近这类AI虚拟人物成为广告明星 还在电视购物频道销售产品 AI虚拟人物的缺点是容易看腻 与人类相似度越高还可能引发反感 要拟人化又要减少排斥感 将成为未来的开发重点 TVS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AI人工智慧除了生成各种文本 还有图片影像之外 现在还可能在医疗产业掀起革命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分析 其实能预测使用者身体可能出现什么状况 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 以往理所当然的医疗模式 现在渴望被扭转 要达成这一种预言加模式 所需要的工具就是穿戴式健康监控设备 史丹佛的精准医学专家 就是头号白老鼠 过去13年以来 一共8种智慧穿戴装置上升 就是要了解透过这些设备 能掌握多少身体变化 史奈德综合基因 身上的微生物 还有长时间追踪的生物现象 把这些大数据交给人工智慧运算 甚至可以及时判断出 使用者是不是身体亮红灯 2020年这位史丹佛教授 就跟穿戴装置业者合作 要了解能不能透过智慧手表 提前发现感染新冠肺炎 提醒使用者尽快隔离 史奈德也用拼圖來比喻目前的健康偵測 他說如果身體情況相當於一千片的拼圖 目前的監測裝置只能掌握五到六片拼圖 未來渴望能檢測到五百到六百片拼圖 就能更好地掌握身體健康狀況 對未來的醫療能帶來革命性的發展 而且不只是人體本身的改變 就連人體隨著環境的變化也能更令著掌握 這方法是在輸入測器中有一個濾圖 可以掌握所有的特殊 可以掌握菠蘭、菲菇、氛蘭 一大驚喜是有所有的工具 有所有藥物 我們不太知道什麼藥物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些 健康的相關 目前得靠各種的穿戴裝置獲得不同的數據 運算出現在的狀況 未來就能靠一個簡單的儀器來獲得各種數據 甚至可以精準預測可能出現的疾病 醫療人員也能及時提供建議做出調整 不但減少醫療成本 還能延長人類壽命 TVN新闻 宋頭報導 回來關注政治焦點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召開了記者會 只說八月有一名油漆工人在爬上 安坑輕軌工地的邊波石不慎衰弱 那四肢癱瘓 最後的後續是相關單位是沒有再出面來進行處理 一直他們就喊話說 請假中的侯友宜真的要幫幫他們 請假跑森第二天侯友宜前進彰化體驗VR指示 這還是趕快拿下來好了 畢竟不體驗就沒事 但新北市民的事可不是請假就沒事 尤其前一天侯友宜自己耶才掛保證 那這一起公安意外 市長自己怎處理 躺在病床上的陳先生 是安坑輕軌工地的油漆工 八月自邊波衰落四肢癱瘓 第一時間建設公司給了兩萬塊慰問金 也承諾後續醫藥費會負責 捷運局派人關心 不過家屬指控在給了12天看護費後 後續款項請不到 甚至更被要求簽下私闖管制區的意見書 才給錢 議員幫忙抱不平 一旁陳信工人的姐姐更是頻頻事累 因為根據議員出示照片 陳信工人當天被要求爬到編駁上施作 大門監視器還拍下他手拿梯子畫面 鏡位也在旁 但無奈梯子根本不夠高 一個沒抓穩才從高處墜落 事後新北市府緊急設置樓梯 令議員更爆料指該建設公司2020年才貨辦公安獎優等 新北市捷運局身為業主對於安坑捷運機場工程的安全管理有問題 沒有主動協助癱瘓油漆工的醫療照顧 關於這個醫療費用的授權書有內容誤解的部分呢 本局也責成協助家屬跟同胞商之間的修正 請議員不要扭曲事實 隔空回應指控但其實捷運局在記者會召開時就特別派人到場說是要了解內容好回應 而這應該也是家屬第二次見到捷運局的相關人員 另外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也到了新竹來拼戰 那對於最近影響他民調最大的進口彈事件 賴清德是首度表態了 他說會坦然的面對監督 但他認為那不是錯誤政策 熱情民眾夾到歡迎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這天只拍了公開選務行程就是前進新竹 到主動拜廟賴清德先搏感情 上次我來的時候也同樣 遭受到很容重的報告 這次更勝以往 把那個中台的信心 也盡情大家在1月13號的選舉 能夠鼓勵支持清德 還話要支持者挺年輕人 只是剛剛好他到新竹時 市長高雄安正陷入涉嫌詐領助理被爭議 前一天高的三名助理認罪 副總統賴清德今天競選行程 是前進新竹縣 除了備沒有之外 在下午也要到新竹市和產業界座談 今天到新竹了什麼要建議高雄安 什麼要給高雄安的建議 會不會是來把他抓 不好多評論別人 或許也是賴清德 自己得先解決進口蛋爭議 連續被媒體問了多天 沒公開說的他終於表態了 就怕持續燒身為執政黨的一份子 賴清德也難以全身而退 在看到蘋果新手機iPhone15系列 最近爆出了不少災情 像是手機放在汽車的冷氣口 拿下來之後主鏡頭卻起霧 甚至還有小水滴 另外又有人說 充保電之後的隔天突然就黑屏 還一度開不了機 iPhone15系列在台灣開賣之後引發話題 不過現在有網友反映 他的15 Pro在吹冷氣之後呢 主鏡頭竟然起霧了 網友發文指出 開車時習慣把手機放在冷氣口 沒想到拿下來後 手機主鏡頭起霧 還有一滴小水珠 大概30秒後才漸漸消失 後來用兩支14 Pro 和兩支全新15 Pro再度實測 方法是用冰塊裝在夾鏈袋 隔著視鏡紙壓在鏡頭上 結果14 Pro在2到3分鐘才出現霧狀 表現相對輕微 15 Pro則是20到30秒就出現 懷疑可能和內度膜有關 也說四支手機都沒泡水過 該不會是拿到兩支15 Pro即往 就是一個溫差大 尤其是這幾天呢 你也可以看到外面室溫 跟你在冷氣下 當然呢 它在鏡頭起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它比之前的14或13呢 起霧更快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唯一的因素 有可能因為它是第一批的關係 不過網路上盛傳15的災情不只這點 有人開箱15 Pro的藍色鈦金屬 手機照貼出讓網友直呼藍色已滅火 還有人降價1000出售但也沒人買 也有YouTube實測15 Pro Max的時候出現過熱 錄影功能不到20分鐘就卡頓 達人認為通常新手機第一批貨運 組裝都會比較不穩 國粉真的擔心可以等到10月後 第二或第三批再出手 避免買到傳說中的既往 體會新聞 我想張惠仙 台報道 另外知名迪士尼卡通 小熊維尼長期受到了全球各地觀眾的喜愛 美國威斯康星周就有一位收集狂粉 是從2008年開始 一路纏連 金氏世界紀錄是擁有最多小熊維尼商品的人 那今年2月他有2.3萬件收藏 從布娃娃到鑰匙圈 甚至水龍頭都是小熊維尼 住在美國威斯康星周的Deb Hoffman 就是熱愛小熊維尼的狂粉 她從2008年開始 一路纏連金氏世界紀錄 還不斷刷新持續擴充她的收藏品數量 霍夫曼果然在今年2月再度打破自己的紀錄 這一切的元氣就從這個小熊維尼電話開始 打開了長達20年的收藏之旅 很多收藏品都是她在二手店或網路上買到 有的甚至是其他人送給她的 由於她對小熊維尼的愛好 她和先生曾經受邀主持過加拿大的小熊維尼節 甚至出版書籍分享她的收藏經驗 霍夫曼說她到現在都還留著第一隻小熊維尼玩偶 就算已經破爛不堪了 依舊時時刻刻呆在身邊 小熊維尼第一狂粉的稱號絕對不是朗德徐民 GBB的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俊的新作品 《十月》就會在台灣上映 中文配音的卡斯也公布了 就包含許光翰 不過許光翰接下來會很忙 因為有韓國媒體報導說 她將正式地進軍韓國的演藝圈要出演韓劇 這些阿虎又愛說謊又很狡猾 我覺得一定是她抓走了夏子阿姨 這個謊話是真的嗎 那你就把棒子塞進去啊 戴起耳機面對麥克風男性曾經華 一邊看著螢幕表情潮投入 這回靠聲音演習出體驗 替宮崎俊新作《苍鹿與少林》現身負責真人一角 那位舊公腦袋非常聪明 但讀了太多書變得有點不太正常 卡斯還包含李辛杰 藝人分世生母九子及繼母夏子 兩個角色展現母愛 還有這位男神也來了 糟糕 這是我掉的羽毛 男神徐光漢則負責演藝倉路 看到這段讓不少人不吃一笑 徐光漢雖然說自己是配音菜鳥 但進錄音室進度超前 提早四個小時收工讓聲音導演大讚 而他之後恐怕會越來越忙 徐光漢之後要學的 或許不只是這些基本問候語 另外還沒報導 他將加入韓劇No Way Out的演出 飾演父親是韓國人 母親是台灣人的一名殺手 受委託到韓國在各個角色裡糾纏 同一部戲以官宣的卡斯超華麗 包含李善君 劉在明 李光珠 蓮 金亞等人 徐光漢到時要跟大咖韓星同台標戲 10月開拍也代表他要正式進軍韓國演藝圈 TV別新聞 莊喜元勳 台北報導 還有看到是美國天后 泰勒斯不止全球開唱中 愛情似乎也在萌芽 有粉紅泡泡的感覺 最近被募集跟飛文男友 也就是NFL的美式足球明星 崔維斯凱爾西的媽媽一起觀賞球賽 他們在場邊被拍到 邊鼓掌邊喝彩穿著紅色球衣的 就是美國流行天后泰勒斯 24號現身堪薩斯城的體育場 因為他的飛文男友 也就是美式足球明星 崔維斯凱爾西正在球場上比賽 球場氣氛嗨到不行 泰勒斯跟著音樂擺動 顯然心情超好 只是站在他右手邊的 不是一般的球迷 而是飛文男友的媽媽唐娜 兩人還不時交頭接耳 看起來關係不錯 兩回合 兩回合 崔維斯凱爾西是職業美式足球聯盟 堪薩斯城球長隊的近端風 曾經幫球隊拿下超級杯冠軍 IG追蹤人數突破311萬粉絲 美國狗仔還直擊 泰勒斯看完球賽後 坐著凱爾西的跑車離開球場 雖然兩人都沒有坦承戀情 但這些互動 大家全看在眼裡 戀情似乎正在萌芽當中 8月份在墨西哥 聯開四場演唱會後 泰勒斯世界巡迴演唱會的下一站 是11月份的巴西場 門票早就秒殺賣光 泰勒斯的魅力 就連大學教授也著迷 自认是泰勒斯铁粉的英国文学教授 办公室还看得见偶像的周边商品 甚至还有其他国家的学生报名旁听 明年二月份墨尔本大学还会举办连续三天的学术研讨会 探讨泰勒斯对经济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这天后的魅力从音乐界延伸到学界 实在是无法挡 TVBN新闻肖明镇杨慈英台北报道 台湾的吸管打进了欧盟市场 这个去年一整年生产十亿只 几乎都消亡的是法国 关键在于吸管的原料是用浓废物甘蔗渣 今年7月南投哺理清洁队破纪录堆至9000吨垃圾山 云林全线共15吨垃圾目前打包占存 南投云林线都没有焚化炉 想请外线事帮忙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云林线府体会到这垃圾问题最终还是得回归自家来处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云林线某一处的掩埋场 看我背后这整套系统就是移动式机械分选系统 光是这套系统一天就可以处理200公吨的垃圾 四座机械模组从垃圾开带筛选出有机物金属和杂质 这些东西都是要再五公分一下 那主要是以塑胶带为主 在细分塑料终极产出目标是它 而这套系统呢最后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SRF 也就是所谓的固体再生燃料 一天呢可以产生20到30公吨 固体再生燃料最后透过打包机 变成一颗颗圆桶状物避免飞散 暂存在清洁队 等待转扮给台素取代既有深煤减低碳排 一吨的SRF大概可以取代到0.6吨的煤炭 云林县部统计全线每天产出垃圾量 共350吨 目前垃圾占存量15万吨 每天委外焚烧只有100吨 六年前环保局到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德国取经 引进两套垃圾处理系统 一天就能处理320吨的垃圾 在台湾你是有钱还不一定可以处理 全台湾堆制大概100多万吨的垃圾 这几年我们垃圾占存的量并没有增加 用钱来算更有感 云林县垃圾委外处理 每公顿要花3500块 而转制成SRF系统操作成本 每公顿是1500到2000块 最后转卖给台素 每顿还可以转1000块 整理到一段时间会到 一致到不同的野埋场 协助个别的乡镇 能够化解那个空间压力 云林县府接近国外技术 把垃圾变黄金 台湾则是有低碳材料公司 把农废物再生变吸管 成功打进欧盟 发国巴黎街头餐厅咖啡厅客人 有说有效桌上饮料 每杯都插上一根浅咖啡色吸管 这些吸管来自台湾台中厚礼 这吸管不是塑胶 也不是纸吸管 原料是甘蔗渣 业者向嘉义制糖厂回收甘蔗渣 经过曝晒最后做成粒子状 进到台中厚礼的厂房 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得到精密参数值 产出一根根的甘蔗渣吸管 光是去年就生产了十亿支 几乎都销往法国 我们的碳强度非常非常的低 整个欧盟的趋势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非常希望说 在2025我们可以把碳排放降到里 甘蔗渣吸管比起塑胶吸管 成本多出1.5到2倍 这对台湾业者来说 根本不可能考虑使用 但对于欧洲 早将环境友善 列为政策法规 甘蔗吸管让国外客户趋之若鹜 而农废物也不止甘蔗渣 像是稻谷 茶叶 咖啡渣 甚至快木屑都能回收再利用 除了吸管也能做成餐盘 带子环保杯 笔电外壳 甚至休闲鞋 近年也研发符合海外客户需求的产品 台湾利用废物打进世界 35岁的台湾柔道好手连真琳 在杭州亚运夺下金牌 但其实他原本在东京奥运之后 就要退休 但现在决定要拼巴黎奥运 我还看不到我自己在成长的部分 所以我决定就是 往巴黎奥运前进 议员自己的梦想 因为从亚运第一届到第四届 终于拿下金牌 再次燃起想续拼奥运的动力 35岁的柔道好手连真琳 原本计划在东京奥运之后 就要退休 但因为成绩不理想 决定继续挑战 现在则是体会到 自己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回想起击败对手的瞬间 还是满满感动 毕竟联真琳打败的是从来没有赢过的日本名奖 有趣的是因为联真琳屡日多年 在亚运赛后的记者会上还充当对手的翻译 其实联真琳从大学开始就屡日发展 而且是超过百年的历史企业 日本小松会社女子柔道队的队长 2016年里约奥运连真琳拿到第五名 2018年亚加达亚运拿下铜牌 只是上一届东京奥运在16强吞败止步 这一跤也让他久久无法平复 但也让他决定要和教练一起在拼杭州亚运 每次上去之前我就要叮叮他说 别让自己后悔不要犹豫 想看到什么短时间让你的身体启动 最了解联真琳在赛场上的弱点 每一次的叮叮终于奏效 另外还有这一位也是联真琳 在柔道生涯中的重要动力 永远真的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他现在就是 成绩很好然后就会高或是怎么样 一块亚运金牌等了13年 这13年间的起起落落 联真琳一刻都没有忘记 全世界都不相信你自己没关系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做得到你就做得到 TV变事巡用小黄国剧中文宣黄冠伟杭州采访报道 至于杭州亚运棒球赛的部分 这次找来了林子伟林立等职业棒球 组成了最强的中华队 当时是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能够赢球 但我相信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当中 还有大家去团结那一场也带点运气 所以我们能够拿下胜利 确实会让人家有点意外 毕竟努力都得到了回馈 想起上一届亚运击败强敌韩国的比赛 主战投手无声锋满满的回忆 那场比赛他唯一封八面 把韩国民兴队压制住 是当年能拿下胜利的重要工程 那场当下会特别的感动 可是其实这一来一往已经过了五年多了 接下来要再下一届 其实你在回想的时候 那都过去四人 我们现在就往前看就好了 信心会提升的特别的多 因为我后来又有参加12强的国际赛 当然因为那次参加亚迦达 让自己的信心提升 所以到12强的时候 其实心态还有技术上面都进步了非常多 那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 回顾历史看到2018年亚运 中华预赛面对韩国 先发投手无声锋主投五局 送出两次三阵 被打四支安打掉一分 最后二比一击败韩国 当时中华队包含无声锋 都是业余球员 击败全队身价3.6亿台币的韩国队 效率于合固的无声锋 也被外界称呼为最强银行员 只要在球场上都是想要拿下最好的成绩 撇开个人成绩去团队成绩自胜 对每一队每个时间每个moment都是要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因为毕竟国际赛就是一两个比赛胜负 那尽量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就好了 而当年韩国一战轟出关键两分炮的林佳佑 本届杭州亚运已经转为外野教练 传承经验给选手 全队打的看法就是 其实他只是在我的棒球生涯 只是一个一个一个类似小剧场 状态都其实都还不错 那最近有慢慢往上走 就是那个陈敏翅 他在打击方面因为有克鲁兹教练的指导 让他的打击的一些方式都有所改变 言谈当中看好不少球员能够打出身手 摊开名单旅外球员九人 职棒球员八人 业余选手七人 投手一共十一人 有吴生锋 王振浩 刘志荣 陈伯玉等人 野手部分由今年返台加盟乐天的林子伟 郑中哲 林立 廖俊凯 陈敏四等人 组成最强的亚运棒球队 一段时间可以调整 那大家当然是现在以亚运亚锦赛为训练的目的 那现在调整也需要有一段时间 让他们去适应 像日本队还是韩国队 他们那一些的一些资料 集训之后 总教练吴思贤就扛起来国球荣耀的重担 除了在台湾训练 也远赴美国日本一地训练 吴思贤表示 集训期间旅外跟职业球员无法随队 所以还是以业余球员为主 吴声峰状态经验都不错 会是主战投手 打击方面 廖俊凯 陈敏四 整体状况跟手感也值得令人期待 敏四 我是很期待敏四 因为他毕竟他有力量 他在练习赛当中也是表现得很好 对 那很期待这几位选手 因为教育他们都有强调蛮多东西的 就是在选球方面好一点的话 相对的 挑到喜欢的球的几率就高了 像那个挥到坏球的几率就会少 高球相对的比平均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就是在练习上面 一定会帮很多方式 甚至把情境带进去比赛 都会有那些可能性 33岁的职棒退役好手陈敏四 目前效率台中成棒 春季联赛扛出六发拳雷打 被封为业余零致胜 逐过一段心如历程 现在入选亚运代表队 陈敏次希望自己每一次的机会 都能打出自己最好的身手 另外一位身受教练期待 游击好手廖俊凯 具备打击守备实战经验 廖俊凯把握机会 也希望能在亚运赛场打出好成绩 当然要提防的 还是韩国跟日本 不管对韩国对日本 我们一定都会想要赢他们两队 我们当然想要让他们去当兵 让他们敞一场什么叫当兵 去美国玩之后 回来再看其他的 比如说亚洲的投手球 会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反而过来选球 也会选得比较仔细 上线2018年亚加达亚运 中华队摘下一枚铜牌 上一次拿下亚运金牌 也要追缩到2006年度哈亚运 本届中华队不论旅外 职棒业余名单都是一时之选 总教练表示 短期赛事很吃状态 会协助选手调整 全力冲金牌 时间比较紧迫 因为毕竟他们回来的时候 时间也不多 然后职棒的 他们现在也在季赛当中 所以要整合的话 比较困难一点 杭州那边 有差不多有五天的时间 可以磨合这样子 国秀荣耀责任重大 杭州亚运中华金额 再拼金牌荣光 TVN新闻于千岸来明 台南采访报道 另外中国大陆的摩托车市场 正在朝着高端价格昂卫的 重机领域发展 重机的销量才占两成 但却占利润八成 跨速在重机上 即便不能真的拥有 拍张照过过硬 这个月15号在重庆 举行的国际摩托车 博览会上 走高端路线 价格昂贵的重机 成为最瞩目商品 新上市的一个 117立方的一个突破 也算是现在大牌里面的 一个量产车的 一个最大的排量 带来了像我们的H2系列 还有ZX12 这种顶级的一个赛车 带来最新车型 博览会上 共有700多家摩托车 产业链企业参展 大陆本土摩托车品牌 自然不缺席 和国际品牌 争抢市场 大陆本土摩托车品牌 除了在车型 外观上追赶 甚至打起价格战 在北京的销售店面 多数车型都有降价 幅度从人民币几千元 到几万元不等 今天感觉新车降价 降的幅度特别大 我跟我的家人 我弟弟一起换了 两车车加一块 比原来没降价 之前的便宜小时 在线上 大陆本土摩托车品牌官网 也推出购车 九折优惠 部分车型 最多选人民币六千元 我觉得国产车 现在坐得越来越好了 外观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 动力上面也提升了 国产车价格 现在可以很亲民 我觉得 能玩得起 能买得起了 消费者又玩得起 形容购车需求 因为大陆的摩托车市场 出现明显转变 摩托车不仅仅是 代步工具 外送员的专属作家而已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 一个集中售卖摩托车 和摩托车装备的园区 工作日的下午 经过三个小时的走访 我发现 有几家摩托车的门店 只有一两个顾客在购买 以前的话 一天进店率 大概在 三十人左右吧 怎么着也能成交个五单六单的 有时候周末的话 十几单还是可以的 现在像周末 几乎一单都不能促成 即便销量效滑 却不代表市场进入夕阳 大陆目前本土摩托车企业数量 超过600家 比去年同期增长8%以上 消费者购车需求 从过去以运输为主 转向休闲为目的 像是重机这类高端 休闲娱乐摩托车销量 同比增长3.06% 国产车的大排量的车迅猛的增长 它实际上的后果就是进口车的价格再往下走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的恢复 摩托车的销量一定在未来几年还会掉头向上的 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 目前大陆休闲娱乐摩托车销售占比才接近两成 但这两成占据行业八成利润 过去大陆摩托车年产3000万辆 利润约人民币50亿 现在产量砍半 利润却增加近一倍 其成价格昂贵的重机 装备就得提升 装备也同期要更新 来这是消费力双骑行鞋 然后差不多两件铸头吧 现在消费者喜欢买初级和顶级的装备 然后专业性更强一点 能达到销售比例的80% 抢进装机领域 大陆本土品牌也加入摩托车装备赛道 生产竞争下促使各项装备 相比去年整体客单价降低20%左右 我们这个月的订单比上个月 大概增长的有10%左右 消费者对摩托车装备的需求在不断上升 整个摩托车装备行业正朝着高端化 个性化 休闲化的方向发展 从车子本身载到装备 大陆摩托车市场正脱离过往低价 低品质生产 朝向休闲娱乐 高价消费发展 TVBS新闻综合报道